刚才 刚才是为了我怕这个文件是在坏掉 所以说是解一下 这样我们继续我们的探索 那边好像是有两个酒精吧 没有看错的话 但怎么过去呢 好像是过不去啊 不过无所谓了 这边要Claire 前面是有一个工作台啊 who are you? what do you want? 不是这样 you're testing it? i not know this is the U.S.P. but you're still here what can you do i don't you have a bracelet? i look like a woman i know i don't you se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you probably have to i boy's too big i i stay my home i stay my home i go away i 我怎么发现这座NPC老师好像是有吐顿柱吗还是怎么着又是跑到了一个角落中消失掉了 听声音是从我左边的印象中传出来的 非常有意思好像我们的Mora也是非常 可能是不太喜欢Barry可能是妇女之间有什么矛盾之类的 我这边有一个牌子我之前是发现了 Claire好像也在说他的哥哥也是指我们的Chris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之前好像是有过一些武器部件吧 弹量等级3跟商害等级4 我猜这个商害等级4应该是我们之前在现实的地方有4道锁 我猜应该是从那个地方获得的 这样把4级的等级4装到我们的这个Madam身上 应该是攻击力现在已经高达1400了 弹量量呢 我觉得这个等级3的弹量直接装到我们这把散弹枪上面吧 然后呢 弹量等级2给你替换一下 基本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弹量等级1 我估计装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麦克林身上吧 从6发变成8发我觉得应该算是 速射我觉得 虽然麦克林他的武器就是射击速度比较慢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慢 他作为一种基本就是打boss战武器 基本上就是去要好好的瞄准瞄准到弱点部分 然后去去开枪 我觉得速射的话并不是特别有用 所以说速射给我们装备到这个手枪上面吧 大概是什么样子 并手枪本身开我速度比较慢吧 麦克林慢就慢了 宁肯是一枪一枪的去打中 好像不太对啊 我们现在使的是p10 这边是像我们之前怎么讲 p10是火力更高了吗 好像p10火力更高啊 我有看错吗 p10火力更高射速比较慢 但容量比较高 貌似是这个样子 这样我们还是用p10的 毕竟商业高一些 这样一个商业等级 一个速射等级 一个快速装填 一个快速装填 这边有一次一些 本身冲锋枪没法是在提高速射了 所以没有什么用 我归座先这个样子吧 总之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武器升级 我都给按到相应武器上了 剩下的一些升级呢 可能是不对应 但是可能有点浪费啊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了 哎 这样我们换回眸啊 继续探索 这张地图啊 好奇怪 又是存一个档啊 这个地方存档 是太轻乎有什么意义 刚才游戏也是卡了一下 刚才游戏也是卡了一下 一个蓝宝石 哎 Bounty Hunter 是是什么情况呢 一共得到了五万的BP点数啊 又一个零下盒 又一个零下盒 好像不行了 刚指的是可不可以直接从这个上面跳到水里边 这样由于是多了一个零下盒 我觉得 好像物品栏还可以吧 不是还剩四格啊 我觉得暂时先不回去吧 节省点时间 这个东西也是我之前发现的 刚才地上这个水啊 就是好像里边 我给我感觉好像是有人似的 究竟是什么用 我是不太清楚 这边呢 也是完全搞不懂 刚才是可以爬上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箱子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阀门 这阀门应该是 这个阀门是可以开启这边这个东西的 但是这个东西开起来后 有什么作用 我是没有 我一直没有搞懂 我之前在录像的时候 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在这个下水道里 可以看 这边有什么用吗 我完全搞不懂啊 我把这个阀门开开 就算带着Moro的手电筒进去 我也是没有发现一些 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阀门不开 我只可以把上面这个隐藏东西也是给照出来 我是没有搞懂 总之这个地方是当时我花了很多的一些额外时间去考虑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今天是没有没有研究出来 又是一些弹药 正常还有弹药啊 下面呢 上面好像是可以让我们的开耳直接给我们扔上去 哇 好像物品囊已经满了 这样没有办法我们去造一个止血带吧 呃 这个怎么 交付 不能交付 舍弃的话是直接没了还是会扔到地上 我拿布料做就实验 我会扔到地上 哎 这个好像是 刚才我在奇怪为什么不能 那这个箱子究竟是有什么用 我也是我们一会再说 总之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给我 真的是给我 怎么掉去了 那是给我给我迷惑坏了 上来啊 我天 刚才基本上就是我让AI上来然后AI说不可能 真的是我真是太无语了 我现在是没有瓶子啊 有很多可以造一些炸弹的材料 但是没有瓶子 所以说 再说吧 好 好 好 一个黄金部件 我是稀有零件吧 哎 那边可以看是有一个部件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牌子 牌子我之前已经打了 那边怎么过去 尤其是在水里 看上面是没有 没有东西 我唯一能想到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到水里 然后等于是去 就是等于是去那边 等于是做一个垫脚的东西吧 这是我的想法 当然 你可以像我们不让 不让这么做 然后这个东西 又不让我们推下去 我们到水里边呢 又是不让去 又不让去捡这个箱子 Clear 请你下来 可以看 我们是不让捡 捡的话 应该是F键 哎 你 应该真的是无语吧 应该是不让捡 我只要按E 就是我们的人 就直接爬上去吧 我是不太清楚该 是怎么怎么做啊 鞋着放呢 鞋着放也不行啊 我真的是我之前在我第一次录的视频的时候我也是各种办法都已经试过了 包括这个就是 我们一个人在上面拿着箱子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看看能不能你去你去搭一把手 那貌似是不行 看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边呢 我们看看也是没有一个选项可以把同伴扔上去的 完全是搞不明白 究竟这个地方怎么怎么能爬上去啊 往前起见 我们把这两个把这两个箱子打坏 我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有什么有变化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啊 第一次在这 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结果 活了个学 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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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水里是怎么着火的 在水里真的是不太适合战斗啊 但是这个上面是是什么啊 是子弹打密射的弹孔啊 这个东西依然是不太精彩做的吗 水里没法进行奔跑 没法进行迹避 刚才是中了几招 但是我的瞄准是不太好 像这一边 我让你去翘的 这边是可以跳起的 我说 这边是个罚门 我是不太清楚啊 这边的罚门 可以看它并不是一个 类似于是水坝 或者说是什么东西 不是个闸门啊 就是它是一个 现在是到门 水是可以去自由的流流通 我不太清楚 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看我们 我们跑到座里来 有什么用吗 这边可以上去 上去的话估计是得到一些隐藏的物品 一个草药 比如说 所以说依然解决不了 为什么不能去去那边的问题 我实在是 我实在是不太清楚该怎么怎么去去做 我唯一能想的是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个箱子 这个箱子除了可以让克莱尔是爬上去之外 其实没有这个箱子也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是在下边等于是跟克莱尔交换物品 我们等于是我们莫尔一个人在上门 就把上门物品搜刮了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怎么 怎么拿到那边去我真是不太清楚 现在两个阀门可以说是都已经打开了 依然是没有 感觉上没有什么意义啊 就是 感觉就是没有 没有任何作用那个阀门开的 现在依然是不能 不能把箱子本身给拿过去 放到这里呢 放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啊 照 首先照顾也没有用 算了不浪费时间了 再浪费的话 估计又去跟我当时第一当时开荒一样 下我们直接前进 有个老鼠 拍好了一个瓶子 在我们合什么呢 合一个幼耳瓶吧 合一个幼耳瓶吧 没人呢 没人呢 死掉了 当然是不太确定 这个人会不会 会不会起来复活 我们先离他远一点 看这些 我记得我当时在第一期的时候 好像是被这些东西 直接是他们好像是会爆掉 但有时候又不会马上爆掉 不太清楚是一个 是什么情况 这样好像就有敌人了吧 我还活着吗 好像还活着 这是活着还是死着的 什么声音 呃 what 致盲状态 被液体击中 使你致盲 在致盲状态 你视力受阻 无法进行战斗 使用消毒剂 来恢复你的视力 像消毒剂是哪个 刚才应该是之前死的这人啊 它是又复活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 但之前我是完全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啊 我还没有事儿 我还没有事儿 你要用这人 那个是死掉的 可能是死掉的 我 绿色草药 反正我的散弹枪的弹药依然是非常多 我们先用一段散弹枪吧 这样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第一次来也是花很多深去探索 但是我后来发现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这回为了期盛时间 我就不去了 刚才这个水声是Clear上来的声音吗 地上也是有蓝色小酒印 游戏也是比较友好的提示 我们说是这条路可以走 另外我记得好像这边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宝石 好像有一个红宝石啊 好像是你得到一次的话 可能就不就不会不会再有了 什么声音 刚才是什么声音 好像依然是一些 都是一些治疗物品啊 没有一些进货物品可以喝啊 这样无所谓了 那这边可以看水价好像有些敌人的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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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死掉了 我是希望我用手电筒罩的时候 ai 能随便攻击两下啊 哎呀就是什么就直接傻乎乎在那等着 我看到我们吃有点有点不能介绍啊 这是实际消失了还是它好像是消失了 什么情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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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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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清楚那边地上有两个地区是一直在冒泡 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哎不对这是个大家伙快跑 你可以看克莱尔真的是 跑啊你不要再回头了呀天呐 真是太恶心了 我 好是最后打死了我们AI也是我是我是真的不太喜欢这种AI 这是特别傻乎乎的直接是旁边有敌人你没有作战能力你也不跑有作战能力你不打你也在旁边看了简直就是在在找死吗 又有个零价 又有个零价 像这边怎么怎么上去呢 这边还要上不去啊 好可能是我们需要这么走 天呐啊 地上有地雷我可能是跑得比较多了 快随时没有被炸到 这个梯子进行的梯上去 整个这个区域是很久没有去看牌子了 当然有没有的话为了不太清楚 这边有吗 好像没有啊 看这边 我是不太明白啊 这边也是选择了两条路给我们走 可能是考虑到可能有时候敌人会追我们 可能我们可以这么走吧 实在清楚啊 后面有敌人吗 这边是怎么没有消失 好这回应该是跟过来 我第一次的时候我直接是选择 让他们跟随他们直接跳起了 然后就是又给去绕一大圈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二 那这边有东西可以拿吗 我不太清楚啊 可能有 但是我之前玩过 过一次所以没了 还是说本身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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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游戏也算是比较友好吧 就是可以看我们快摔 我们快摔的时候 我们人物也会稍微停一下 也可以看一下 还是防止我们摔下去 也算是不错 但有的时候我一切就是刚切换角色的时候 刚刚刚是卡在这里了 哎 不要不要下去 有时候卡 就刚切换角色的时候 好像这个AI并不会做出这种 就流神脚下动作 我一切换角色 AI马上就掉下去了 是比较的 比较讨厌 哇 刚才是应该是换区 可能是在堵挡什么的 也是非常的 非常卡 我们必须能够到现在 就会到现在 我们不过来 你不过来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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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诶 这样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花了 这张真的是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要是不去仔细研究的话 很省时间 第一次来的话想研究东西的话 会花掉很多时间 像这些有很多墓碑 然后每个墓碑上都有个新墓可以按 基本上是我第一个发现 这边可以调查 这边也是提到了一个46号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杀手死期 当然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想到太多了 然后呢 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 这边也是一个一个投鸦 是被我发现了 嗯 这个前方是有一个很神秘的房间 然后又有很多酒精 刚刚我说好像刚合了一些酒精吧 又有酒精了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解放我们宣誓的同志 基本上写的是 没有如此你才能 不对啊 最重要的是 你依次 依序宣誓你的效忠 第一是你总是太过愚蠢 所以说你将不会拥有墓碑 第二呢 是你的面容将显然在你的背上 第三是 是跟第四有关 第四是你将失去你的头颅 第三是以第四为 第四以三为零 但是向前一台 这个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是原 英文原版的话 就是 非常 这么不像话 我完全没有什么叫 第四以三为零 我完全读不懂啊 可能是因为 就是减凡的文化差异吧 可能是 哎 凡体 就是说凡的 但不是就是会就是懂繁体的朋友们可能会能读懂啊 当然我是完全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不过起码是知道了 基本就是一个 他写的是一序啊 基本就是我们要去找到这一二三四 但我第一次来这的时候也是花了很久 才把所有东西都联系上 但现在我就是知道了 所以直接去节省时间给大家说吧 第一看一下是第一是没有墓碑 第二墓碑是一个在背上 第三是一个以第四以三为零的 第四是一个没有头的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是你不会有墓碑 比如说这这么多墓碑里 我们找了一个没有墓碑的 还算是比较好找的 这是第一 没有墓碑 可以看是直接是亮了 亮的话就相当于是正确了嘛 第二呢 是你的脸将会在你的背上 我们找一圈后呢 会在这边发现一个 这个墓碑 其他墓碑可以看都是星星 都是在 在前面啊 这个人的星星呢 是在背上 这样你是第二 第三呢 是一个非常读不懂的 是你将以第四以三为零 第四我们可以想是一个没有头的 这个 这个地方是没有头 然后以三为零 比如说以三就是数一二三 但是向前一排 比如说 他 比如说我们要往后一排 是不是 等于这是假如这是第三的话 以三为零 这个数三个 然后往前一排是这个 第四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第三个 然后最后呢 就是第四没有头颅这个 我们要全部开启